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 因为最近又把《逗落大陆》的小说看了一遍 看到双神大战时,比比东死的时候 我突然就很想做一期比比东的视频 所以今天这期就先不盘点了 当然,除了想写比比东 也有一点是因为我不知道接下去写什么盘点内容好 如果大家有想看的盘点,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呀 比比东这个人物在我看来是一个实力强大 非常聪明,有心机的可怜人 作为武魂殿现任教皇 站在权力顶峰的比比东 他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在魂师的历史上 比比东是第二个拥有双神武魂的魂师 第一个拥有双神武魂的魂师 在给第二武魂增加到第三个魂环时暴体而亡 而比比东的双神武魂却成功的修炼了下去 并没有发生冲突 或者说是他找到了解决武魂冲突的方法 比比东的双神武魂加上他的天赋以及聪明才智 让身为武魂殿圣女的他在武魂殿备受器重 是武魂殿不出世的天才 年轻的比比东遇上了大师玉小刚 当时的大师虽然出生上三宗之一的蓝殿霸王龙家族 却因为自己的变异武魂从来没有受到过忠视 甚至可以说在家族同辈中从来是被嘲讽的那一个 而比比东却看到了大师身上的优点 他和玉小刚在一起时 鼓励玉小刚着重武魂研究 和玉小刚在一起的日子 可以说是比比东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但比比东身为武魂殿的圣女 他和玉小刚在一起很快就被他的老师 武魂殿前任教皇千寻吉得知 千寻吉告诉比比东 身为武魂殿不出世的天才 他绝不能和外面的任何男人产生感情 尤其对象还是出身蓝殿霸王龙家族的玉小刚 比比东并不是一个任人百步的人 但当时的他实力并不够强大 在他强烈表达出自己要和玉小刚在一起之后 千寻吉无耻地将他打晕 并且强迫了他 对于比比东来说 从那天之后他的世界应该都是黑暗的 他想自杀 但却不能 因为如果他死了 千寻吉一定会杀了玉小刚 为了玉小刚 比比东将自己伪装成一个骗他心的坏女人 将他狠狠地伤透 之后不幸怀孕的他被千寻吉囚禁在武魂殿 剩下了两人的女儿千任雪 也是因为这件事让比比东恨上了武魂殿 甚至恨上了这个世界 但他很聪明 随后的他隐忍着 折服着 只为了报复整个世界 在唐浩将千寻吉种上之后 他亲手结束了千寻吉的生命 其实兜兜一直认为千寻吉最初死的时候 千导流沉浸在丧子之痛中 会以为是唐浩做的 但在清醒之后 他应该就想清楚了千寻吉的真正死因 但没办法 武魂殿需要姓教皇 他的孙女需要母亲 哪怕这个母亲杀死了他的父亲 千导流也不能再杀死他的母亲 所以千导流扶持了当时并不那么强大的比比东 成为了武魂殿的教皇 武魂殿想要称霸大陆的野心一直都有 而比比东在吞噬了千寻吉的身体和灵魂之后 改变了修炼之法 进入了罗上秘境 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的同时 权力也越来越大 在他多年的发展之下 武魂殿在大陆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而他对武魂殿的影响力也早已超过了千导流 在他下达猎魂命令之时 都都觉得他其实很清楚自己或许心急了一点 但他并不在乎 他只是想要将这个世界搅乱 也或许是他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报复的心 当然也是因为作者为了给出后续 唐三他们的反击成功更合理的原因 比比东的双生武魂是死亡猪黄和弑魂猪黄 和唐三完全没有任何相通之处的双武魂相比 比比东的两个武魂都是魔珠类的武魂 是魔珠中的猪黄 更是昆虫类魂兽的帝王之尊 作为武魂殿的教皇 比比东在猎杀魂兽作为自己的魂魂之时 有太多的便利 虽然因为十万年魂兽较少 再加上唐三还在他的手上 抢走了三个十万年魂兽 但他的双武魂魂魂配置上还是有十万年魂魂 虽然没有唐三那么多 但毕竟他是一个反派 没有主角光环围绕的他已经非常牛逼了 逗逗算了一下 比比东真的有非常多的头衔 他不光是武魂殿的前任圣女和现任教皇 史上第一个克制魂魂反噬的双生武魂魂狮 最年轻的99级巅峰斗罗 更是一手开创了武魂帝国 是武魂帝国的第一任女皇 虽然武魂帝国的女皇有且仅有他一人 比比东最后还成功继承了罗煞神的神职 是近万年来除了千人血唐三之外的第三位成神者 他的一生是辉煌的 不管是实力还是权力 比比东都是站在斗罗大陆顶层的 但却独独败在了爱情上 玉小刚对他而言应该是生命中唯一的光 在全大陆魂师学院总决赛中 他当着众人对玉小刚的维护 以及在临死之际他的表现 都看得出来他还深深的爱着这个男人 在刘二龙质问他 既然爱玉小刚 为什么要将蓝电霸王龙家族灭掉时 说实话 当时比比东的回答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 比比东认为大师在家族中被排斥 被羞辱 所以他不会放过让他痛苦的人 侮辱过他的人 比比东告诉玉小刚 蓝电霸王龙家族已经没了 刘二龙不过是他的堂妹而已 让他们不用再顾及家族真正的在一起 比比东告诉玉小刚的话 其实还算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但他让刘二龙就算是强奸 也要和玉小刚真正的在一起 这些话真的是让我很惊讶 毕竟玉小刚和刘二龙的血缘关系是抹不掉的 但这恰恰也可以看出 比比东是不屑世俗眼光的 还记得以前看小说的时候 都都觉得比比东好坏啊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再回头看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作为一个上位者来说 比比东在位期间的确是五魂殿最辉煌的时候 当然也因为比比东和整个五魂殿的贪心不足 导致彻底失败 但都都真正觉得各有各的位置 还是在动漫版的比比东出现之后 都都个人感觉玄机对比比东这个角色 好像比较偏好 因为他的建模真的很好看 在一群还未长大的主角面前 比比东的高冷欲解放真的太美了 俗话说的好 三观跟着五观走 虽然这句话是非常不对的 但看着那么美的比比东 就会不自觉的给他找一找理由 好了 关于比比东 都都就讲这么多了 因为我通篇讲的比较多的是比比东的感情 在实力上只是很简单的带了一下 但都都个人感觉 三少后期将比比东这个角色弱化了很多 在前期和中期 都都觉得三少将比比东刻画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但随着猎魂行动的开始 以及唐三去到海神岛回来之后 就感觉比比东的整个实力好像被降为了一样 也有可能是主角开挂太多 但是都都还是觉得 前期和后期比比东的实力 看着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好了 这期只讲到这里了 可能讲的不是很全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补充自己的想法呀 如果喜欢都都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